你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前两天呢 咱们一连三段书 聊的都是活佛转世的故事 有好朋友在留言区里说呀 这是要开长书吧 哎,不是 你还真猜错了 把这个宗教故事啊 八次分析的头头是道啊 我还真没有这本事 咱们还是啊 这准干儿韩国故事当中 大叔的其中一支 您看啊 咱们在这准干儿韩国里边啊 提到了很多藏传佛教的高僧 达赖班禅 哲尊丹巴 还有这个张家活佛 哎,这张家活佛还没出场呢 很快呀 他也会出场的 包括咱们故事当中的主角 大汗感尔丹 其实在做大汗之前 他也出家在西藏 皈依在武士达赖的法座前 并且他也是一位活佛呀 引咱户屠客徒 这提起这户屠客徒这个词来呀 也挺有意思 他呀是盟语 这个藏族人是如何称呼活佛的呢 称呼活佛为诸骨 其实呢 这诸骨啊 翻译成汉化呀 就是化身的意思 咱们聊活佛的第一集就说了 这佛有三身吗 法报应三身 这应身呢 其实就是化身 关于法报应三身呢 你也没必要啊 去这个了解的过身 我给您打个简单的比方啊 您就能了解 比如说您在困惑的时候 有某人或者某事 某一举动 或者是某种动物 某种天象 给您带来启迪 让您解惑了 这些都有可能是佛化身而来 来帮助您的 这藏语发音诸骨一词啊 它就是化身的意思 那我们现在要把它翻译成汉语了 这佛教在中原地区 又不是十分的普及 即便那些双手合十 归在庙里烧香起伏的信众 他们也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化身 那好吧 那咱们就给它取一个 那大家都明白的名词 叫什么名字呢 叫活佛 就把化身这个名词引去 直接翻译成了活佛 那这盟语忽图刻图一词呢 那翻译起来就很准确了 人家就是把藏语诸骨 直接翻译成了忽图刻图 那这忽图刻图呢 就是化身的意思 说实话 它等同于咱们汉族人说的那个活佛 但是单拿出来执意 它还是化身的意思 那咱们前一段书说的呀 就是这个格鲁派的开派宗师 宗喀巴大师的故事 一般人认为呀 这宗喀巴大师是在这个1409年 那年呢 是永乐七年在甘丹寺创建了这格鲁派 您看呢 前红期传教 公元七世纪的时候 实际上这佛教就已经传到西藏了 那是什么时候 唐朝 文成公主尽造 那您瞧哎 这明朝了 永乐年了 刚开始有格鲁派 所以说呢 这格鲁派 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皇教 是一支非常年轻的藏传佛教派系 那咱们为什么要费劲巴拉的 道这件事呢 那是因为呀 知道藏传佛教 也就是喇嘛教的 人多了 知道这藏传佛教里 有两位活佛高僧 哎 也就是达赖和班禅的人 也多了 可是知道这二位活佛 是格鲁派 是皇教的人 那就少了 那么知道这个 除皇教以外 其他藏传佛教教派的人 那就少之又少了 所以说呢 很多人就认为 这达赖和班禅 这两套活佛转世系统 这两位活佛 他就是代表着整个喇嘛教 实际上啊 他不是 他们只是格鲁派的大德高僧 达赖喇嘛呢 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班禅 欧尔德尼呢 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 那这两位活佛的转世系统啊 是我们普通人了解最深的 那必然是有它的原因的 原因呢 有很多 在咱们的故事里啊 一个一个的会给您解释清楚 那咱们首先得知道 这藏传佛教格鲁派 为什么适合活佛转世 因为这宗喀巴大师 立派之时啊 他就决定 一定要遵守印度大师 释迦势力 所规定的戒律 这皇教的宗旨 就是显密病重 先显而后逆 首先呢 他提倡苦修 凡修习我皇教法文者的僧人呢 不能结婚 不能杀生 不能饮酒 断绝世俗交往 当然了 随着咱们读这个佛教故事越来越多呀 其实连他也没能具体做到这些点 那这宗喀巴大师呢 首先说他肯定是不结婚 也没有杀生 也不饮酒 但是断绝世俗交往这事 他做不到 因为就连宗喀巴大师 他座谈讲法 他本宗的开山大寺 扎丹寺 那也是啊 人家这个帕族政权支持他 才建起来的 那这世俗政权 都给您建了这么宏伟的大庙了 让您的栖身修行 您再总把这个断绝世俗交往这事挂嘴边上 不合适了 如果真的一点交际都没有 人家这个帕族政权 凭什么在这个望波尔山 给您兴建如此的大庙呢 行了 这大不敬的话呀 咱们不申巴士 咱们接着往下聊 那既然这大师有了这么多的戒律在 那就导致了这格鲁派呀 他没有很多的方式把这个教宗 以及大德高僧的这些尊号传承下去 要不是师父传徒弟呀 就得活佛转世了 首先说呀 这宗喀巴大师规定 这不能结婚就没儿子 不能血脉传承了 再有一点呢 断绝一切世俗往来 这样就不能任人为亲 这尊号啊 也不能传给亲戚 说这事不白说 到现在为止啊 也有这活佛传承 是靠这个父传子加天下的 那么这格鲁派的教宗是谁呢 那首先我们就得知道 这第一任的格鲁派教宗呢 必然是创教祖师宗喀巴大师 这教宗 他必然都有一个称号啊 这教宗的称号就叫做干丹赤巴 那要说呢 这干丹赤巴这个称号啊 应该是比什么达赖呀 班禅呢 和哲不尊丹巴呀 以及张家呀 这些个尊号啊 地位要高得多 可是啊 您基本上问谁谁都不顿脑袋 没有 没听说过 那这是为什么呀 哎 今儿这事啊 咱们也得交得清楚了 那话说就在永乐17年 那年是1419年的十二十五日 这宗喀巴大师就原寄在了甘丹寺 那他原寄之后 谁继承了这个甘丹寺的甘丹赤巴呢 是他的大弟子叫做贾曹杰 贾曹杰原寄之后继承甘丹赤巴的这一尊号的是宗喀巴大师的二弟子叫做克诸杰 这一尔仨呀 在藏传佛教史上了不得 被尊为啊 师徒三尊 经常出现在一副坦卡上被人供奉 但是话也说回来 这三位高僧啊 也就是大德高僧 对佛法的研究啊 也基本上进入化境了 可是呢 这西藏的必定是正教合一的这么一个地区 政治和宗教环境决定啊 你这个和尚指挥念经肯定是不行 壮大发扬不了自己的本派教派 也保护不了自己坐下的僧众 那那些地方势力也好啊 还有这个家族势力也好 捧你 把你捧成大德高僧是为什么呀 那是都要借助你在宗教当中的号召力去壮大自己 说到这儿啊 咱们得再多说两点 什么叫支持啊 哎 你们比如说吧 帕竹政权 给您这个宗喀巴大师建了如此红大之庙语 供奉供养您 这就叫做支持 那还有什么支持呢 还有就是家族支持 咱们往下说 说谁呀 说这宗喀巴大师的一个小徒弟叫做根敦猪八 皇教创教祖师宗喀巴在的时候 随着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呀 这皇教啊 在拉萨就建立了三大寺 他的徒弟啊 降阳雀杰就创建了折磅寺 另一个徒弟 降亲雀杰就创建了四拉寺 所以呀 这会儿啊 这皇教的力量就全在前藏地区 那这前藏呢 就是拉萨和山南等地区 后藏呢 就是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地区 那有好朋友就问了 那这格鲁派为什么没把自己的手伸向后藏呢 后藏 后藏了不得 这后藏啊 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教派 就是啊 被俗称为花教的撒家派 撒家派常年把持这一地区 这撒家派可不是哼一天两天了 整个元朝时期 这大元帝国的皇帝们 支持的都是撒家派 这国师可都出在人家那个派里 忽贝列的国师巴斯巴 可就是撒家派的 那我们都知道 这莲花生大师啊 这弘法传教 把佛教啊 带入了藏区 而这宗喀巴 也就是大元这位国师 才真正的把藏传佛教体系化 到明朝的时候 这明朝的皇帝啊 普遍支持白教 也就是嘎举派 这撒家派虽然啊 虚微的有一些示弱了 但是还是盘踞在这个后藏地区 真插不进水泼不进 即便是有名一代 嘎举派那么厉害 也没渗透到后藏地区 有多少的势力 哎 这宗喀巴大师 这个小徒弟 根吞猪八 就是来自于后藏地区 要说起这根吞猪八的出身来 并不低下 因为他出身的一个贵族家庭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呢 就在他出生那天 他们家遭抢了 也就是说这根吞猪八的 15年 他倒霉倒霉在哪呢 他出生以前呢 自个家还是地主贵族 哎就他一出生了呢 这家落魄了 自幼啊 就只能帮着父母牧羊 15岁那年 根吞猪八 在他们家附近的纳唐寺出家为僧 这地儿在哪啊 这地儿啊 在现在扎实伦布寺往西 大概呢 有30里地 就是这个纳唐寺 这一出家不要紧啊 显出这孩子会跟来了 25岁的时候 已经精通了各路佛法 也就在25岁这年 他见到了宗喀巴大师 他就把自己几件疑惑的活法 讲给了大师听 他想啊 听大师如何给他解答 并且啊 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咱们上学的时候 经常听老师说那么一句话 这好问题啊 总得好学生提出来 这差等生提出的问题啊 都透着那么的幼稚 显出来这孩子 上课没听讲 这大师宗喀巴和根吞猪八 一聊起来就忘了时候了 据说两个人呢 促膝而谈 一聊就是好几天的 最后宗喀巴大师一拍大腿 干脆啊 就让这根吞猪八跳了门了 成了自己做下的小徒弟 这根吞猪八追随了大师以后啊 这宗喀巴大师是请囊而受 什么菩提道论呢 纳洛六法呀 入中论呢 秘籍根本经啊 等等等等 全都传给了这位小徒弟 哎 咱们说到这儿得停一句 要不然呢 跟咱们前段书接不上了 哎 这说书就是这样 你扔的出去还得来的回来 咱们为什么要说根吞猪八呀 哎 咱们就是要说这家族的支持 根吞猪八虽然他们家是家道中落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好的家族 就在这根吞猪八还在纳唐寺出家的时候 他们的家族啊 就发现这孩子啊 有钱读值得培养 所以在他身上砸了大量的钱财 刚才咱们说的那些自己努力 上师帮助 乃至被大师收到座下 在书面上啊 是应该按咱们刚才那么聊 但是实际情况呢 不然 你这一分的天才 两分的努力 和七分的贵人服饰 你没有钱 一样也办不到 你想努力啊 那经书你都看不见 看了经书自己努力了 你说你受到宗喀巴大师的喜欢 才被大师收到座下 你不花钱你能见到大师吗 有人说哪啊 你像你说的 这出家人能像你说的那么贪财吗 啊 贪不贪财呀 反正是佛要住店 这僧要吃饭 他们不贪财 您问问唐僧去 唐僧那紫金波鱼哪去了 您看呢 我给您捋着 您就知道了 您看那个贾曹杰呀 和这克朱杰 这大师顶头的两位徒弟 他们和大师一样 都只会潜心研究佛法佛学 是这个纯粹的学者高僧 可是对本门的发展 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吗 当然了 从精神上和学术上 肯定是不少 但是物质上呢 没有 您再往下看 这大师的三徒弟 叫做降阳雀杰 四徒弟叫做降亲雀杰 人家可就有能力 给自己本门开枝散叶了 降阳雀杰 创建了折邦寺 降亲雀杰 创建了色拉寺 说实话 这降亲雀杰 比宗他八大师 年纪都大 他又没有点什么 这个特殊的本事 大师能把他收为徒弟吗 并且 这大师以自己身体步行为由 把他推荐给了明朝皇帝 被封为了大慈法王 说实话 就因为这个降亲雀杰 被封为了大慈法王 这格鲁派才有能力 跟人家嘎举派抗衡抗衡 因为人家嘎举派呀 也有一位大保法王 这样呢 这两方才能均衡均衡 互相能扛扛劲 所以这跟敦猪八呀 能得到大师的信任 和大师一起学习 那是跟家族的财力支持 离不开的 那有人说了 咱们说的主线 不是活活准世吗 你总提这跟敦猪八 什么意思 跟敦猪八什么意思 这跟敦猪八就是第一式的达赖喇嘛 当然了 关于他是达赖喇嘛 这事啊 他自己从生到死 他自己也不知道 因为他是追认的 有人说怎么这么乱活 不乱活 您接着往下听 那咱们再接着说回到这家族的支持 跟敦猪八的家族势力 到底有多大 想象不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被萨迦派严密控制 真插不进水 泼不进的后葬地区 也就是这跟敦猪八在自己家族的支持下 创建了扎实伦布斯 这阁楼派呀 一颗大钉子 就歇在了萨迦派的脚面子上 不但有家族的支持啊 从后来传送的这些佛教的故事当中 我们也能知道 这跟敦猪八呀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谦逊 非常有心悸的人 刚才说了 这跟敦猪八呀 是跳门到的大师门下 他追随大师那年呢 是1414年 自从永乐12年 这跟敦猪八 追随大师啊 在这个丹巴斯学法 那佛法是大有成就 可是没想到啊 就在永乐17年 1419年 这大师啊 缘济了 按说呀 你这跟敦猪八也有成就了 你必定是大师弟子嘛 虽然追随大师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大师啊 最后几年没干别的 就教你一个人了 你有这家族上呢 这雄厚的财力知识 你呀 就可以到这个后葬地区去传法了 他不误解 他觉得自己啊 这法力还不够 修为还不足 大师死了之后 他就追随着自己的师兄 贾曹杰继续学法 您看这揽不叫没有 这人呢 无论是念经 还是休息的时候啊 都坐着一个垫子 这个垫子的高矮颜色 以及摆放的位置 都能体现出这位僧人的地位 按说 跟敦猪八 跟这个贾曹杰学法呀 两人应该是并肩而坐 对呀 既然是师兄弟了嘛 两人呢 分成尊卑类就完了 不存在辈分问题 所以说无非呢 也就是一个上手 一个下手 并肩而坐 可是不见 人家这个跟敦猪八呀 坐在这个贾曹杰 下手对坐的弟子位上 就等于啊 他向他这个师兄贾曹杰 行弟子礼 您想那贾曹杰 他能不喜欢他吗 这贾曹杰 本来就是一身的学者气质 所以啊 也是倾囊而受 把自己能懂的佛法 全传授给了师弟 可是没几年呢 贾曹杰也元寄了 谁继任了这个 甘敦赤八这个尊号呢 是这个大师的二弟子 克诸杰 他呀 又向自己的二师兄 克诸杰之弟子里 继续修习佛法 总之啊 见谁都客气 这些格鲁派的大德高僧 就没有一个不喜欢 这个小师弟 甘敦猪八的 至于在这个佛学佛法上 基本上只要你问 我们就尽能力的给你解答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这根敦猪八逐渐的把自己磨练成了大德高僧 四处的讲法游学 到了明正统十二年 那年功利算啊 应该是1447年 这根敦猪八觉得自己有能力 回到后葬去创立自己的寺院了 随即啊 就在这个帕竹地方政权 所属的支桑主资地区 就是现在的日喀则呀 那儿的宗本 也就是地方长官啊 穷皆八 班决桑部的支持下 就创建了炸石伦布寺 那咱们说说至此 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么一个疑问 到现在为止 说了半天 很明显 这皇教格鲁派呀 人家可是师徒传承 没有什么活佛转世系统啊 您看这甘丹赤八这尊号 那先是创派祖师宗喀八 哎 然后呢 宗喀八大师元祭之后 就传给了贾操杰 这贾操杰元祭以后 又把这个甘丹赤八这个位子 传给了克诸杰 那很明显呢 这都是师徒传承 并不神秘啊 不神秘啊 那神秘的来了 就从这个伊士达赖 跟敦诸八以后 哎 这格鲁派可要开创 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了 那这究竟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故事呢 咱们明天接着聊